今天的專題講到 題目是從献祭談人跟神的關係 昨天晚上我們從献祭談救恩 献祭它有許多的面向 它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讓我們跟神建立起關係 神跟人的關係在就約 每天都藉著献祭這個動作 來做連結 祭司每天献祭 也把人的罪孤帶到神面前 透過献祭來塗抹這個罪孽 也能夠消除神的憤怒 所以我們信主 就是要跟神建立關係 那我們就從献祭它的意涵 這個概念 我們來從幾個面向來探討 我們怎麼樣來跟神建立關係 第一個 因為献祭 所以這個罪就得到寬容赦免 我們就跟神重建了 父子的關係 也是一種和諧的關係 是和好的關係 我們請看羅馬書第五章 羅馬書第五章 羅馬書五章 我們從第九節來看 羅馬書五章九節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称意 就更要借著他免去神的憤怒 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 且藉著神兒子的死 得與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和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旧約的獻祭 就是要 藉著祭物來免除神的憤怒 神為什麼會憤怒 因為我們得罪神 我們成為神的仇敵 神是眾善的源頭 一切的美善都從祂而來 它就是道德的標準 但是我們所行 所言 所做 偏離了這個標準 離開神 所以成為神的仇敵 神公義的憤怒就向我們發作 势必要追討人的過犯 但是藉著祭物 來免去神的憤怒 人的罪透過獻祭 就來得到赦免 因此就可以 跟神和好 那我們既然跟神和好 我們就可以因為耶穌基督 祂從死里復活 祂所成就的救恩 我們就得到招救 藉著主耶穌向一個祭物 贖罪祭 獻上了 就塗抹神的憤怒 我們就可以跟神和好 也因為耶穌基督從死里復活 所以這個盼望 帶給我們的是一個活的盼望 我們跟神和好以後 我們就能夠以神為樂 享受神恩典中的喜悅 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神面前 所以在救恩中 我們就天天喜樂 那與神為敵的時候 天天都惶惶不可終日 有罪疚感 很深的罪恶感 害怕神的追討 也害怕將來的審判 但是現在得到神的悅纳了 所以那個灰缺 灰欠都得到補滿了 我們就可以以神為樂 那不但這樣 進一步地 我們跟人也會和好 我們看以福所書第二章 以福所書第二章 以福所書 我们看二章十三節 十三節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著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我们可以亲近神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就是使以色列人 跟外邦人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外邦人不能进到圣所里面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学书就是以他的身体打破 定在石下 向祭物献上 就废掉冤仇 废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 也废掉了 因为宗教信仰不同 因为种族区域的不同 所造成的冲突 冤仇都已经得到涂抹 所以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那就成就了和睦 那既然在石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 也就是说 犹太人跟外邦人 本来是不和睦的 敌视的 因为他们都跟神为敌 那现在呢 我们进到神面前 与神和好以后 神也透过这个救恩 让全人类都能够和好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都和而为一 成为一体 那就表示说 我们跟神 就重新恢复了关系 也跟人建立了和谐的关系 今天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际的关系 破坏 所以有很多心灵上的疾病都产生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 他谈到亚当夏娃犯罪 犯罪 直接的当然就是得罪神 那个罪就让人跟神的关系破坏 所以亚当夏娃用五花果树的树叶 编织成裙子 来遮盖自己的羞愧 原来他们在神面前还没有吃上个树的果子 也一样没有穿衣服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全然的去接受自己 因为没有在罪里面 犯罪以后 人就有一个罪就感 那个罪就感 它产生的就是关系的破坏 第一个 人会躲避神 原来神在冤中走动的时候 人可以很坦然的面见神 可以在神面前面对面说话 那个沟通没有阻碍 坦然不惧怕的 但是犯罪以后 害怕见到神 所以就躲到树的后面 这代表 罪的可怕 那也接着 接着也 破坏了人跟人的关系 原来亚当跟夏娃是一体的关系 亚当看见夏娃就说 这是我骨中骨 肉中肉 是一体的关系 是生命的连结 但是神责问亚当的时候 他就说 是神你造的那个女人 跟我一起住的那个女人 他现在把这个怪罪给神 也怪罪给女人 所以原来的一体感 就破坏了 因为跟神的关系破坏以后 很多的关系也连带的会被破坏 那另外呢 这个地就是大自然 也因为人的缘故 也被咒诅 那地就长出很多的经济 吉利 增加人在农作上的困难度 所以要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这个大自然 也因为人犯罪 结果就被咒诅 人跟大自然的关系 变成了冲突 本来这个大自然 这个地是长出五股菜酥 让人来享用 这是神的赐福 但是现在 长出很多的经济 吉利 人跟大自然的关系破坏 那为什么用 无法果树的叶子编织 来遮自己的羞愧呢 因为他跟他自己的关系 也破坏 他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怎么没有穿衣服 原来也是没有穿衣服 还没有吃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可以全然地接受自己 他跟他自己之间没有距离 他跟他自己之间没有冲突 他跟他自己之间是和谐的 今天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人离开神 跟神的关系破坏以后 导致到最后 就是人跟自己的关系也破坏 人际间有很多的冲突 都归结于 人跟神的关系没有和谐 人跟神的关系如果和谐 神会灭掉那个冤仇 人跟神互动的模式 成为一个经验 成功的经验 他能够以 跟神互动的关系 带到 跟人的互动关系当中 人跟神是和谐的 用这样一个和谐的模式 去建立人跟人的关系 也是和谐的 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带进人跟大自然的关系 也是和平共存 共荣共存 大自然不会反扑 我们会节制自己的欲望 我们会跟这个大自然和谐的 和平的相处 大自然就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 幸福的感觉 不是像现在 我们说 这个环境真的是被我们破坏的 几乎快要殆尽了 人类自作念 我们跟大自然真的冲突 现在极端气候 带给我们很多 这个天然的灾害 你不断的在山上 坡度超线 不断的开发 欲望没有节制 所以当 台风 好雨来的时候 土石流 大自然就用土石流 来对人类做反扑 来抗议 因为人跟大自然 并没有和谐 那人跟自己呢 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所以那个 有很多心灵障碍的人 他跟人际有冲突 他跟自己有冲突 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不能接受自己 否定自己 伤害自己 到最后就用极端的手段 就毁灭自己 很可怕 现在这种事情很多 越来越多 那怎么办 关系很重要 要回到神面前 在旧约就是透过献祭 献祭是一个表象 是一个影子 是一个形状 耶稣基督就是 天上世的本体 本物 他就是一个本物的真相 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时代 使耶稣既然把律法中 要与神和谐和睦的 那个祭呢 已经成全在十字架 我们今天因信称义 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 跟人和好 跟大自然和好 跟自己和好 那这样我们的生命 才没有冲突 我们内心才是 常保 喜乐 愉悦 平安 安详 那这才是真正的福气 看今天很多人 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他跟神的关系 还有待重新建立 这是第一个 跟大家来谈 那第二个 献祭呢 有一个意涵 就是把那个圣所 跟至圣所之间的 那个帮子 把它拆开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第九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 我们先看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十章我们看十九节 十章十九节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 献祭 属灵的祭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帮子经过 这帮子就是他的身体 这必须要谈到 旧约的会幕圣殿 会幕当中 有圣所跟至圣所 圣所跟至圣所之间 有一个帮子 来隔开 那祭司可以天天 在圣所里头 来掌理一些 侍奉礼拜的一些事物 但是至圣所里头 放着约柜 有一个施恩座盖住 那至圣所呢 是大祭司一年 才能进去一次 在赎罪日的时候 一年就在这个时间 进去 中间有一个帮子隔开 所以虽然在旧约时代 有祭司 有礼仪 有献祭 但是层层的关卡 人并没有办法 直接进到神面前 那个约柜就代表着 神亲自的临在 可是 进到会幕 有会幕的部幕 你要一般人 也不能够进到圣所 然后大祭司 一年也只能够一次 进到至圣所 这样的限制 大祭司 祭司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更何况一般人 但是在恩典时代 主耶稣将自己的身体 当成一个挽回祭 一个赎罪祭 去补偿 抵偿 去补满神的 公义的满足 公义的要求 我们就可以 坦然进入到至圣所的 不是只有 可进入会幕 进入圣殿 也进到圣所 也进到至圣所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 主耶稣借着他的身体 打破了 他的身体就像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裂开 撤掉 所以就有一条 新又活的路 就进到里面去了 就直接进到神面前 来到施恩宝座前 我们就可以坦然 不惧怕的 在主耶稣 圣经记载 当主耶稣被定死之下 复活的时候 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请看 马太福音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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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看51节 这里是记载 主耶稣断气 在石架上断气 断气的时候 同时发生的 奇妙的事件 51节 忽然店里的帽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伏幕也开了 已经睡了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那么53节 就是第三天 到第三天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伏幕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这是在 主耶稣断气的时候 所发生的 几件奇妙的事情 第一件 圣殿里面 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 曼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非常奇特 所以这就呼应了 刚刚希伯来书 第十章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所提到的 那个曼子 已经 列成两半 已经测开了 那就是主耶稣 他的身体被打破了 他成为一个祭物 献祭了 我们就直接来到 至圣所里头了 那第二件事情是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然后呢 墳墓也开了 有一些圣徒的身体 也起来 这几件奇妙的大事件 那这些大事件 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定死十字架的景象 在大自然当中 在人间 在圣殿 在墳墓 发生了这些奇特的事情 要告诉我们 真的 进到至圣所的那条路 已经打开 这是新的 又活的路 那就是带给人盼望的 那等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呢 这些 从服务起来的圣徒 他们就走进了 一路撒冷城 那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 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呢 他是带给我们一个 复活的盼望 这个意涵 非常的清楚 所以可以进到 神面前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样 可以有很深刻的体会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再回到 西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 西伯来书 第十章 他有勉励我们 我们该怎么样努力的来追求 十章 二十一节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 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所以他鼓励我们 我们就是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带着真诚的信心 那接着呢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这个指望 这个盼望是活的 主耶稣定十字架成全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成为一个凭证 所以这是真真实实 确定的指望 那我们就要坚守 在这个世上 世界常常使我们失望 人也常常 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 那主耶稣所成全的救赎 他永不失落 是坚定的 是确定的 所以在历史上 留下了这么多的痕迹 神作为的痕迹 都是一再地告诉我们 这个救恩的预备是 确实的 确定又真实的 所以我们不要摇动 这个世界会给我们 很多事情挑战 让我们信心摇动 为什么不要摇动 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神所成就的救恩 是真的 二十四节 那接着呢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这条路打开以后 我们走在这条天国路上 也是要关注到 我们跟人的关系 不可停止聚会 这个不可停止聚会 就是说 跟神的关系 要不断地透过一种 崇拜的礼仪来建立 当然崇拜的礼仪 是不拘 形式跟不限空间 不过因为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我们都还是要回到 我们的会堂来聚会 这是有肢体的生活 有彼此相顾 互相扶持带道 所以要过着一种 团契的生活 不可停止聚会 那停止聚会会习惯 当然聚会也会成为习惯 停止聚会会每况愈下 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越来越不想聚会 那当然就是说 跟神的关系 可能出现问题 那如果我们不断地 跟神保持联系 也会成为一种习惯 生活中不可少的 包括自己 自己的灵修 自己的读经 祷告 这些都是 聚会的 广义的 这个含义 那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他就勉励说 末日快到了 我们的确 要彼此劝勉 灰心的 软弱的 信心冷淡的 我们要一一地 来劝勉他们 这个就是谈到 我们进到神面前 有主耶稣断气的时候 那个圣殿的帽子 裂成两半 从上到下裂开 那个来到神面前的路 已经打通 那圣经说 这是一条又心又火的路 心是相对于旧 在旧约时代 当然 那个路是 层层关卡的限制 那现在开的是一条 新的路 是直接 顺畅无主的 来到神面前 也是一条火的路 因为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带给我们 火的盼望 主耶稣亲自 也成为那一条道路 通到天国的道路 这个世界为了要讲究 交通便利 我们现在 北屯区 这个房价 节节的上升 全台湾 就是这个地方最夯 你放眼看过去 的确 北屯区已经成为 台中市的人口 最多的一个区 我们北台中教会 是中部教区 最大的教会 在全台湾来讲 我们的信徒数 应该是 仅次于台北教会 跟嘉义教会 我们应该是 第三多的 我们的孩子这么多 有一些 大家会的孩子 都没有这么多 有一些都会区的 大型的教会 四五百人的教会 幼稚班没有成员 没有幼稚班 因为大家少子化 不敢生孩子 我们这里幼稚班的 孩子来很多 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我们送几个给他们好了 他们幼稚班开不成 现在这个交通很方便 所以以后我们在 北屯区 南来北往 有快速路 有捷运 有台腿捷运化 还有呢 两条都高速公路 都是连接在一起 以后都是在空中走的 以后我们都走困顶 不走幽稚 但是都走困顶 在空中走 很顺畅 但是这些路呢 带我们南来北往 通到全台湾的每个角落 但是这些路 没有一条通到天国 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他说他是道路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背景的 当时候主耶稣 他在世上工作 是罗马帝国 在统治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罗马最出名的是什么 除了罗马的竞技场 罗马的道路 条条大道通罗马 有很多的道路通到罗马城 意味着从罗马城 有很多的道路通到 罗马帝国的每一寸土地 为什么 因为他假设 有很多的藩属地 会造反 但是呢 在罗马城 军队可以很快速的 借着通畅的道路 很短的时间 到达那个地方去镇压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路 是要争讨的路 是要杀人的路 是要压迫人的道路 是要统治人的道路 是宰治人的道路 是巧取豪躲的道路 流人的血 杀人的身体 取人的生命 夺人的家产 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他这样说 就是对抗 当时候 条条通到罗马的大道 提出挑战 也做出一个比较 主耶稣说 这一条道路 是带我们 通到天国 他这条道路 他不是流别人的血 他是流自己的血 他不是杀别人的身体 他是让自己的身体 在石架上 打破了 像那个曼子 从上而下 就裂开 这一条路 引导我们 到父那里去 他就是一条道路 我们信 我们信奉他 依靠他 我们接受他的救赎 就走在这一条路上 感谢主 这是极大的恩典 这就是我们跟神 所建立的关系 这个指望 是确实的 我们要坚守 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的 一个保固的东西 可以从我们的手中 把我们这样的盼望 给换走 魔鬼最擅长 偷换 他会偷换 他把一个 鱼木 拿来当珍珠 要我们跟他 来换取 很多时候 我们认识不清楚 我们短视尽力 我们被一时 五光十色的一些 光彩夺目的 东西给迷眩了 迷眩以后 我们可能把 手中的珍珠 就跟他换 一个鱼的眼睛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那是不可弥补的 不能从我们手中 夺走这个指望 这是确定 真实的 当然也要我们 去坚守 这是第二个 我们讲第三 透过献祭的概念 到底我们跟神 的关系 怎么建立呢 我们再来看 西伯来书的 第八章 第八章 就是一个 立约的关系 献祭就是 立约的概念 我们看 第八章 第六节 八章六节 如今 耶稣所得的职任 是更美的 在比较于 这个旧约 正如他做 更美之约的中宝 立约的时候 要有中宝 主耶稣是做一个 更美之约 他本身是一个 更美之约 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宝 为什么更美呢 因为他比前约 更美 更完全 没有瑕疵 这约 原是凭 更美的应许来的 这是神 给我们一个 更美的应许 带来一个 更美的约 那前约 前约就旧约 就是献祭 用祭物生畜 来献祭 那旧约的献祭 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 后约了 也就是说 如果 这个旧约 已经达到完美了 无瑕疵了 那不需要 再有一个新约 那为什么需要 有一个新的约 一种新的祭物 更美的约呢 因为前约 有他的瑕疵 那他的瑕疵 不在 不只在于 他只是一个表象 他是一个影子 他是一个影像 他不是本体的真相 他是一个模型 他不是实体物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继续读下去 第八节 所以主指责 他的百姓说 那问题在哪里呢 为什么旧约会有瑕疵呢 除了他 本质上的限制以外 除了他 结构上 他只是一个影像 是一个模型以外 就是在这个约里面的百姓 这个约就是 神跟百姓立约 两兆之间 权力跟义务的相对关系 要同时兼顾 但是神的百姓呢 常常犯罪 常常违遍那个约 所以为什么有瑕疵 他主要 这个地方要讲的 那个瑕疵就是 百姓会犯罪 所以 那个旧的约 它的功能被限制 而且守这个约的人 他自己并没有 遵守这个律法 我们继续读下去 那底下呢 用引号引起来的 这是西伯来书的作者 他引用 耶利米苏的三十一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记起来就好 不用翻来看 我们直接看这一段话 一样的 耶利米苏三十一章的那段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所以神就透过耶利米先知 让他向百姓来发布 有一个新约要来 那个时候还在旧约的时代 那那个新的约呢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神跟他们立约 百姓都是被动的 神更多的时候是 用怜悯慈爱 来牵引着他们 处处的怜悯 处处的体谅 来帮助他们 立了这个约 但是因为他们 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因为他三门四次的 来违背这个约 那所以现在要立一个新的约 为什么要立这个新的约呢 这个新的约有什么好处呢 主又说 第十节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原来旧约 所立的约呢 那个律法是写在石头上 但是现在呢 这个律法 这个真理要写在人的心里 那神要做他们的神 这些百姓要做神的子民 因为他们会从内心很自动自发的 生命得到改善 这个更新改变以后 他们就可以从内心里头 很自然的去遵守神的命令 那再来第十一节 甚至他们不需要去教导 他们的左邻右舍 去教导其他的人 他们的亲戚 说你应该认识主 因为这些人 这些人 从最小到最大的 就是从幼儿到年长 不分男女老幼 他们都必认识我 这显然就是告诉我们说 福音的价值 福音的普世性 福音的穿透力 福音要传遍天下 那个时候神 要跟人立的新的约 是写在心里的 就是从生命的更新 来得到改造 那他们就不再 在这个罪里面了 十三节 既说新约 就以前约为旧了 所以旧约的时代 他就渐渐地旧了 那渐渐 渐就渐衰的指的旧约 旧必快归于无有了 旧约的献祭条例 旧约的约不是没有用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它是一个表象 是一个影子 它不是实体本身 所以他必须要不断地 每天地去献祭来赎罪 那大祭司要为百姓赎罪以前 他必须要先为自己来赎罪 所以他有他的限制 那当律法这些献祭的条例 旧属的经约 通通完整地成全 成全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那一刻 所以他说成了 那今天那个旧的 就渐旧渐衰 要归于无有 那就是新约来取代了 那今天我们透过主耶稣 他所献的祭 他成为一个祭物 他跟我们立了约 那这个约呢 是血的约 旧约生处要流血 主耶稣 他定十字架也是流血 所以这个约是用血来立的 作为一个证据 血就是生命 所以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 神都用血来跟人立一个生命的约 那这个生命的约呢 就是不可以违背 因为这个生命的约就是带给你生命 那如果违背 就取生命 夫妻的关系也是一种血的关系 是一种生命的连结 凡是跟血有关系的 都是一种生命的连结 你看看旧约 这个女孩子结婚 以后 如果她的丈夫怀疑 这个女子呢 在结婚前 可能已经不是童真之体 那就必须要验证 那女孩子要做一个证明 在新婚之夜呢 她要有一个毯子 来上头流着血 来证明 结婚的时候 她还是童真之身 那夫妻结合 要流血 那个血 那个血就是记号 夫妻的关系 是一种生命的关系 不可违背 违背就是一种 致死的罪 严重的罪 神所证悟的 那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既然神跟我们立约了 不可以违背 因为 有一些献祭呢 是要把牛羊 或是斑鸠鸽子 切成两半 切成两半 在 这个耶利米苏 的34章里面也有 那创世纪15章里面 圣经讲两个地方 有一种立约的形式呢 就是献祭的时候 把祭物切成两半 然后立约的两兆 双方呢 他就从这个祭物当中走过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意味着说 如果 有背了这个约 就要如同这个牛羊 被切成两半 切成两半 本来是一体 切成两半是各自都要 在这个义物上要尽本分 要尽责任 那既然是流血 那如果违背 那就也要流血 那如果守住这个约 就带给你生命的造就 生命的恩典 在恩典时代 当然那个生命的恩典 就是灵魂的救赎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得住 刚刚提到的那两种约呢 立约的要把牛羊切开的 一个经文是在 耶利米苏的三十四章十八节 记起来我们回去再看 另外一个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里面 记载的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这是第三个概念 第三个面向 我们再讲第四个面向 献祭的概念 来谈人跟神的关系 这个祭物造最后是神所喜悦 因为那个祭物烧了以后 有辛香之气 因为这个祭物是完全的烧了 完全都献给神 神会高兴 因为这个呢是赦罪 流出血 付出生命来赦罪 涂抹了人的罪 免去神的愤怒 所以神就喜悦 神就高兴 因此呢 当我们谈到献祭来谈的 谈到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 献祭本身就是要做神所喜悦的 免去神的愤怒 那我们该怎么做 有几个概念 它的概念是 拉回到我们跟人的关系 当我们谈到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 圣经常常是以 我们跟人的关系 来作为一个引导 也作为一个指标 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没有好不好呢 先看我们跟人的关系 有没有好 所以他的要求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几个经节 我们看 弥加书的第六章 弥加书 的第六章 弥加书在哪里 新约还是旧约 旧约 你不要一直从新约翻 旧约 和何事 和何本两段事的经文 1091页 1091 1091 弥加书第六章 弥加书第六章 我们从第六节来看 这里又谈到献祭 好 这个 先知他就模仿 百姓的口吻 百姓说话的口吻 来说 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就是说 信徒啦 或是百姓啦 要表示他有 他有意啊 我是好的 那就问说 我是到底要怎么献祭呢 难道我还不够吗 我在神面前跪拜 要献上什么 献一碎的牛肚做翻计吗 我一碎的牛肚最好 长得已经 最熟 是成熟的 是最好吃的 最好的把它献给神 翻计 耶和华真的喜欢 千千的公养 或是万万的油盒吗 因为献祭的时候 会有油脂 这么多的油吗 这么多的公养吗 我可以 难道我可以 为自己的罪过 把我的长子都献上吗 为了我心中的罪恶 把我身所生的孩子 都献上吗 好像有点跟神在抗议 我到底要献什么 那神怎么回答 神就透过先知回答 第八节 世人啊 耶和华以指示 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他讲到神所要的 其实祭物 不是神必要要的 这个旧约一直在讲说 献祭献祭 它是一个表象 是一个影子 它需要这么做 但是除了献祭以外 如果单单只有献祭 而没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献祭要建立 跟神的关系 可是在我们跟神 这样的 透过献祭的 这一层关系 以外其他的 我们跟人 都没有什么关系 其他的在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都没有 什么好的表现 神不要这样 献祭需要 但是跟献祭 也同等重要的 是什么呢 我们还没有来到 神面前献祭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中 就要行公义 我们在人群中 就要好怜悯 我们要与神同行 要存着谦卑的心 这三个 这三个是必要的 献祭是重要的 透过献祭 来跟神建立关系 但我们不能只是 这样的一个单一的模式 神会喜悦人献的祭 但如果我们没有行公义 没有好怜悯 跟神同行的时候 我们不是谦卑的顺服 那这个在神面前看起来 献的祭 神会厌恶 本来神要 悦纳这个祭物的 但因为他 怨恶我们的行为 所以他就连带的 就厌恶了我们的祭物 所以当我们说 献祭要建立 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 这两者要同时并进 献祭是来到神面前 可是还没有到神面前 我们在一般的生活中 我们就应该要 表达表现出 我们该有的作为 那当我们再回到 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献什么呢 献一岁的公养公牛吗 没有关系 献数祭吗 没有关系 贫困献不起公养公牛 我就献斑鸠鸽子 没有关系 神悦纳 因为我们还没有献祭以前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神已经悦纳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成为 一个新乡的祭 我们跟人 好灵敏的这种表现 已经蒙神悦纳了 当神悦纳 我们在一般生活中 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 更多的什么祭物吗 我们还需要 要斤斤计较 要献什么东西吗 那个已经不是 那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 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 不是只有来到会堂 我们才跟神建立关系 不是只有在旧约的祭坛上 我们才 那个时候才突然 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也会比较清楚 阿摩斯书第五章 阿摩斯书第五章 在弥加书前面 阿摩斯书第五章 五章我们要从 二十一节来看 纪维圣经一零七七 再前面一点点 一零七七 阿摩斯书五章 五章二十一节 五章二十一节 我 神 神说 我厌恶你们的结起 手结起不是很虔诚吗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严肃会是 禁食什么事情都不做 专心在神面前 来听律法的教导 在那里敬拜神 你们虽然向我献凡记 和数记 你看火记跟数记都有了 血记跟非血记都有了 可是神说 我却不愿啊 他献记 该有的结起 严肃会 该有的规矩 然后该献的记物 这个都面面俱到 在崇拜的礼仪上 这毫无缺欠 这是忙得 团团转 到后来神说 我不愿啊 为什么 神不愿啊 也不听你们用肥处 县的平安记 也不顾啊 你看看 繁记 树记 平安记都有了 县最好的 面面俱到 都符合这个条规的要求 结果神不愿 也不顾惜 二十三节 神进一步说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你们虽然唱了很好听的诗歌 组成了很好听的诗班 人家四部合唱 你们六七八部合唱 哇 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为什么 前面的原因呢 底下的我们来看 讲到 二十四节就讲 神要的是什么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你看我们的先知书 多么的有文学的味道 现代人写这种文章 写不出来 很简单的一句话 神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滔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简单几句话 把它表明得淋漓尽致 神所要的是什么 就像刚刚弥加淑所说的 在生活中行公义 行公义就是在社群中 在人际中 达到一种合一 公平的一个标准 这是神所要打造的一个社会 神选民的社群 神选民的国度 神颁布的律法 有很多关于 社会生活中的公平正义 社会生活中的公平正义 一定要要求 达到这个公平公义 公平公义才会有慈爱 没有公义就没有慈爱 因为没有公义的话呢 就是对某些人是残忍的 没有办法以视同仁 用同等的尊重来给予每个人 所以不公义就没有真正的爱 不公义就会有产生 恢复跟残忍 亏待的不平的声音 所以神的选民国度 一定要有公平正义 但是那个义不是人的义 我们常常以自己的义为义 还大张旗鼓 还振振有词 要的是那种神的义 合乎礼仪的 合乎圣经真理的 所以我们常常去想 要回到神面前 是要以神的义 来在社群生活中 来建立这种和谐关系 当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的公平如大水滚滚 这个公义如江河滔滔 源源不绝 充满各地 在各地都是显扬出 神的公平 神的公义 那当我们回到神面前 我们的节旗也得神的悦纳 我们的严肃为神也肯定 我们现的任何祭物 神都认同 我们合唱出来的 哪怕是五音不全 四步还跑出 特别的第五步 没有关系 神的悦纳 我们还没有开口出生的时候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 公平公义 已经蒙神悦纳了 我们回到神面前 哪怕是荒苍走掉 神都觉得好可爱啊 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可爱啊 因为他完全悦纳 所以 我们跟神的关系 什么时候建立 不是回到会堂 不是在祭坛前面才开始建立 还没有来到会堂 还没有来到祭坛 我们该有的作为 我们该跟社群所建立的一种 合乎神的意义的社会 我们要把它打造 是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慈爱的 被对待 那这就是神所喜悦的 神就很高兴了 那当我们回到神面前 不太需要太讲究 一些畅施的技巧 心已经被神悦纳 我们的行为已经被神悦纳了 所以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 没有和谐 我们回到神面前 这个不和谐 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 又有一个墙 这个墙 主耶稣已经在石架上 把他成全 把他打破了 所以人跟神和谐 和好 人跟人也和好 可是我们却 倒错过来 我们却后退 再把那个墙给逐出来 那就不对了 今天得救恩的人 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是在崇拜献祭的时候才开始 衍生的这些概念 就是让我们清楚明白 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 新约的道理也是这么说 马可福音第七章 马可福音第七章 我们从第一节来看 马可福音七章一节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熟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说 法利赛人在控告 主耶稣的门徒 没有洗手 就在吃饭 他们看中一个外在的礼仪 内心却没有更新 内心却没有更新 实手那个条规 却没有真正的 让人 在真正的生活中 按着神所喜悦的心意去做 只是层层 卡卡的这一种规条 在捆绑人 所以那个最终 就不是得到一种最好的结局 那像这种事情 神当然会不高兴 主耶稣就特别来教导他们 这个盘子洗得很干净 外面洗得很干净 但是内在没有真实的诚心 那就不应该 所以一个真实的诚心 如果从内在发出来 它是在每个地方 都是一事 来适用的 我们对神的这个心意 不管是在人面前 还是在神面前 都会是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 努力的 我们最后再来谈一个概念 再用一点时间 来谈一个概念 我们讲到这个旧约 旧约那个挪亚 离开方舟以后 我们这一点要谈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是要主谈 我们不要一直去见他 这两个事件 把它放在一起来比较 挪亚他离开方舟 他献了凡记 那个凡记就是 好像我们BBQ 那个香气 圣经用泥仁法来做形容 我们看一下 《创世纪》第八章 《创世纪》的第八章 第八章它这个地方在讲 挪亚献记 为了感谢神 带领他们经过死亡之地 让他们离开方舟 保存生命 来到一个新天新地 新的展望 新的生活就在眼前 《创世纪》第八章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 陷在坛上为凡记 耶和华闻那心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在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也不在按着我刚刚醒的 这是用水来灭各样的活物 当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 架色 寒暑 冬夏 昼夜 就永不停息 所以神就立了约了 神就高兴了 第九章以后 就用彩虹立了一个约 挪亚献祭 神越纳 要让这个世纪的运转 五股都继续丰收 所以人可以在神所创造的 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空间 有一个立了一个约的保障 来生活 这个是不断的竹坛 竹坛那个相信会得到神的越纳 但是翻到十一章 创世纪的十一章 创世纪十一章也谈到另外一件事件 我们大家很熟的 建筑巴别塔和巴别城 当时候的人口音都一致 所以语言都可以沟通 很好的沟通可以达到共识 要做什么事情 力量就可以集中 他们还遇见了一片平原 这个空间的条件很好 就是在今天的巴比伦伊拉克的地 那个两个流域的地很大 平原就在那里 他们语言相通 又有好的空间 然后他们商量说 做砖把砖烧透 有技术 有资源 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 就地取材 有技术 有资源 语言一样又沟通 又有共同的目标 又有好的一片地 你说这个 做什么事情不会成功吗 会的 这个就是企业成功的条件 企业成功 不会就是这些条件 所以他们要建一座塔 目的呢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神要他们分散在全地 他们道行逆施 背道而驰 他们要反抗神 神要他们分散全地 他们不要 我们要传扬神的名 他们不要 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 所以建成建塔 就代表他们跟神的路 是相反的 但是主坛是来到神面前 那今天这个让我们来思考 他们建塔是要通到 神家的庭院 但是有没有通道 没有 因为圣经有一个黑色的文学 他说神降临要看看 巴别巴别 这个后来演变成巴别 巴比伦的这个音 巴别巴别 他另外这个发音的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变乱 你要巴别就是说 庭院 这个发音有一个意思是庭院 大概就是说 要建那个塔 通到神家的庭院 我们的神 他在书房里面 只要轻轻地推开窗户 就可以看到这个塔 意思是这样 结果圣经说 没有 神看不到 神还要降临 所以这是一个讽刺文学 他们用人的方法 要通到天 没有到达 挪亚用很简单的动作 献凡记 那个记就到达天 就跟神建立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多足坛 我们不要去建塔 建巴别塔 要去宣扬人的名 后来这个巴别就变成变乱 很有意思 神说你们要 通到我的庭院是不是 我也跟你们巴别一下 我的巴别就是把你们变乱 所以圣经很幽默 但是会把眼泪笑出来 多足坛 谦卑地来到神面前 我们的祭物就达到神面前 如果要宣扬自己的名 如果跟神的旨意 避道而驰 我们永远都无法达到神面前 无法得到神的悦纳 所以建塔跟祖坛 提供给我们大家思想一下 我们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 是在建塔 还是我们每天都有在祖坛 我们的行为心思意念 哪怕我们在侍奉 我们的工作场所 我们在工作场所 是不是也在建塔 还是我们也有在祖坛 这个是从献祭 谈到人跟神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大家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和谐 我们内心就平安 就愉悦 就安定 这就是幸福 这就是恩典 我们来唱诗 四百三十三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